Hello 大家好 我是Candy 今天帶大家看一間大雞一直找了很久 但是很少有的 現在這間房子一次性滿了所有要求 這個在十六雞印Candy 就是馬哈馬大家非常喜歡的地方 還要是一進來就是一個客廳 傳統的城市 華仔是西米 還要是Double Door 現在跟我進來看看 平時大家一直想跟我說 想要找不用爬那麼多樓梯的 一進來就是整間房子 客廳、飯廳 還有後院 這裡出去就是我們自己的後院 有bedyard 還有大window 新屋 我們這個就是三殘 單車房 裡面拍一部車 外面拍一部車 這個basement、vinnager upgrade from the builder 就是有保養 total 2600呎 三間房間、三個半洗手間 2600呎 全身沒住過的 那大window 這一間屋 我們所有客人 一直想要好的location 好的後區 還有是全身 不想爬樓梯 這間屋 就是你想要找的屋 那大家看看這個廚房 我們做了upgrade 顏色 是淺灰色 都是現在比較流行的顏色 Island做了upgrade 加長了 真的在這裡都可以交size 給大家打火鍋 剛才一直都有和大家 可能我們有不同的影片 都要一直和大家介紹 其實這個星是做單車 比double好 因為我們說人 平時沒有煮東西 有一個大鍋 或者那些東西 一個星這樣大 就放下去比較容易洗 所以這個是非常好 就是builder standard燈 這些如果和builder加 就會很貴 所以我們客人沒有和builder加 這些就在自己額外找師傅 去幫你換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燈 都好 現在都開始有做格格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 我下次可以錄一條影片 介紹大家在哪裡買燈 這間屋是向東 就是前軟向東 這個是後軟向西 這個就有一個大窗 我們這一邊窗簾 其實就是一個門 出去我們的後軟 現在的builder 都幫我們做了草 但是sans還沒做 所以暫時我們都很少出去用 現在我們上去二樓看看 這裡二樓一樣都是有三間房 所以我們就把洗衣機 乾衣機升級到二樓 因為大家其實很多時候都希望 洗衣機、乾衣機、二樓 不用走那麼多樓梯 所以我們升級到二樓 這邊套房一樣 都是有work-in closet 這個尺寸 不要說特別大 但是放一張king尺寸床是ok的 但是它雖然 它這種townhouse 其實有一個特點就是 因為現在大部分的townhouse 都是那些三層 很多樓梯 我們這一個就是 傳統的 就是ground floor 打開門 進來就是你的living space 這一種其實一直都有很多鞋 我想要找一些 traditional townhouse 就是這一種 所以其實如果大家 一直想找開這一種 但是又不是新樓的話 這個其實就很適合你 還有location是大家非常喜歡的 有一個大個walk-in closet 那自己可以之後在IKEA 買一些organizer 回來裝一下 因為如果你在builder 那裡做一個closet 那個upgrade 就很貴的 那就真的不建議在那裡做 那自己在IKEA買就會便宜了 這個就是我們的主人套房 兩點的洗手間 那其實大家這樣看 這個距離是很長的 而且這個闊度也很寬 所以這個臨肉 就做了upgrade加長 所以其實是超大的 這個其實是 給我感覺一進去 哇 有哇的一聲 那這個洗手間一樣 有五件頭 那就有double sink 那這個就有臨肉 還有肉乾 那這個呢 就在主人房裡面 我覺得是非常之good size 這間屋呢 有幾個亮點就是 它的窗間間房都大 另外每一間房 其實都是有個大衣櫃的 那這個是其中一間 另外一間房 都是一樣那麼大的 一樣的 有些townhouse 通常只是主人房會比較大 但是其他兩間房都很不實用 那這個呢 就是真的非常實用的 CCD 那這個另外一個洗手間 那就是這兩間房 share 那我們這裡 就沒有做到double sink 那其實會更加好的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用double sink 呢 發覺就這裡 海面不夠地方放東西 那因為始終這裡是兩間房 share 其實是單升 那兩邊還可以放東西 其實更加實用 好 HELLO 我們現在來到bassement 那bassement這裡 就做了全部裝修 那剛剛有跟大家說過 通常如果去買樓花 這個bassement是不finish的 那我們額外和builder upgrade 就將這個bassement finish了 那其實有個好處就是 因為如果你買樓花 你要隔兩年後才可以做這個裝修 但是如果我們跟builder 做了這個upgrade 裝修了之後呢 其實都會在我們7年的terra 的保養裡面 所以其實如果大家有計劃 是要利用這個空間的話呢 其實我也覺得建議跟builder 做upgrade 那我們都會額外裝修 通常的builder 在那個bassement 給你呢 他都會有一個rass in 那些水管 去做洗手間的 那我們當然也做了 就可以做臨浴的 所以bassement 如果你真的有朋友來 就像現在聖誕節一樣 有多個地方給他用 那這裡可以加一份牆 做一個客房也可以 現在我們就open space 就可以用多些 自己的living space 或者是小朋友在這裡玩 或者你自己會買一部跑步機 在這裡跑步做瑜伽 就是一個looking space 那這邊呢 就是我們的機房 那我們的暖水爐 就在這裡了 這個就是新款的 像不像我們的Canada Post 即是油箱 不過這個現在是penless 所以好處就是以前我們 就是有個熱水爐 就是可能儲了很多水 如果家人多 就可能不夠水用 要等下它又再儲存一些暖水 現在的新款 Tenless的話 就是你一開水龍頭 就會立即有熱水 就不需要好像以前那樣 開了要等一下 就節省水 同時就會給予環保 那這一種有maintainance fee 但有可能50元左右 那這個50元左右的maintainance fee 其實呢 不是說我們租這部機的意思 其實它是有技術支援的 那有什麼事呢 就十句call 它會立即來上面幫你檢查的 那我們這裡就會有個凍房 平時有時候買了很多乾糧 那大家都可以用這個space 放下東西 那額外這裡就有個多一個星 那如果好像剛才我又說 如果你考慮這裡裝 變成一間房 或者可能有機會之後 可能不想出租的話 其實這個area 你也可以裝多一套洗衣機乾衣機的 那如果大家對這間屋有興趣呢 記得跟我們約去體育 因為這個是exclusive 不是MLS的 所以是我們獨家代理 那所以一定要跟我們 make appointment 或者你想叫你的agent call 我們也可以 那我們就會在十六街 And Kennedy 可能會過了年之後 就會有open housing 那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多些information 記得打電話給我 我的電話是 647822966 下次再見 拜拜